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新世界 新型工作的小蜜蜂除了会采集甜美的蜂蜜 竟然还能治病 近来在立陶宛风行起一种另类疗法 让人躺在风箱床上进行治疗 据说可以缓解背痛 关节疼痛 降血压和治疗呼吸困难等等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带您到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进一步了解 一片片蜂巢上爬满蜜蜂 养蜂人贾佩达斯仔细端详着 小心翼翼放回去 把蜂箱盖稿再铺上床单放上枕头 就成了蜂箱床 近来让人躺在蜂箱床上缓解疼痛的另类疗法 在立陶宛逐渐引起蜂巢 这种蜜蜂疗法宣称可以用蜜蜂拍打翅膀 所产生的能量来缓解疼痛和治疗疾病 采用这些非常规疗法的人们相信 风箱周围的空气可以降低血压 缓解呼吸困难 风疗中心的外围还设计了特殊的出入口 让蜜蜂可以自由进出风潮 但是在风疗中心内 风潮里的蜜蜂都被隔离在医疗床下 这种蜜蜂的风疗法 成功缓解自己的背痛后 就开始推广这种另类疗法 现在他在立陶宛北部的康纳提斯克斯村 经营风疗中心 其初贾佩达斯的朋友们 对风疗中心抱持怀疑态度 但现在每年的5月到9月 大约会有近500名客户到风疗中心来 风疗这种另类医学疗法 包括使用各种蜜蜂相关产品 包括蜂蜜 建造蜂巢的蜂胶 和蜜蜂的蜂毒等等 用来治疗各种不同的疾病 观众朋友应该都听过 鲑鱼会逆水回游到上游的出生地 产卵的艰辛历程 现在一家美国公司设计了一种鲑鱼大炮 把鲑鱼喷回上游 让鱼避开水坝抵达产卵地 其实当初这种气流输送管 是为了运输水果而设计的 但经过改良 就变成专门发射鲑鱼的鲑鱼大炮了 帮鲑鱼提供一条回到出生地产卵的捷径 鲑鱼会利用太阳和地球磁场的引导 游回它自己的出生地里进行繁殖 但随着人类在鲑鱼回游必经之路的上游河道 设立越来越多的大型水库 水坝等等 阻碍鱼类的迁徙之路 导致很多鲑鱼在渡过这些难关时失去生命 这家设计鲑鱼大炮的公司经过五年内 对尊鱼和鲑鱼进行了大量测试 效果相当不错 已经成功让鲑鱼飞越30公尺的高度 他们接下来还打算进一步提升飞行高度 悬崖跳水光是站在悬崖上往下看 就足以让人两脚发软了 14名心脏够强大的跳水选手 来到克里米亚的度假小镇西梅伊兹 在美丽的海岸峭壁展开国际悬崖跳水比赛 站在27公取公 两座悬崖间的简易吊桥上 手里拿着国旗 各国跳水选手脸上带着自信满满的笑容 准备在克里米亚举办的悬崖跳水比赛中 展现最好的实力 选手们通常采用双脚直插入法 避免身体其他部位受到太大的冲击 为了赢得比赛 选手们除了稳稳的跳水外 还要来点花式 用空中旋转 也有跳水前 双手撑在跳水台上 缓缓倒立 在游客们的欢呼和掌声中 蝉联三年冠军的英国选手加里亨特 再度未免冠军 获得7000美元的奖金 俄罗斯和捷克选手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亨特在悬崖跳水世界系列赛中 赢得了2019年到目前为止的四项赛事冠军 这种困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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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困难的表现 这种困难的表现 这种困难的表现 我真的不想念第二位 我认为这种困难的表现 我认为这种困难的表现 可能是6或5的表现 因为我设计较低迹 我的跳水 不算很强烈 我认为这种跳水 我认为这种跳水 在世界中的球迷人 雖然懸崖跳水是一項風險很高的極限運動 但能在壯觀華麗的自然景色下 完成刺激的懸崖跳水 還是吸引許多人縱深愉悅的嘗試 一提到大飛機 就有許多人可能會對長時間的飛行感到害怕 但是在英國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航班 全程只有2.7公里 號稱是世界上最短的航班 既然只有47秒的飛行時間 開車坐船也能到吧 為何還要開設這樣一條航班線呢 這條航線的起點是英國北部的維斯特雷 而終點站是帕帕維斯特雷 官方飛行時間是2分鐘 但在風力理想的條件下只需要47秒 航班單程價30美元 不提供午餐也沒有電影可看 飛機甚至都不用收起輪子 因為真的沒時間 之所以會設置這個航班 是因為這兩個城市設兩座相隔2.7公里的小海島 因為沒有橋想要開車過去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坐船的話時間又有點長 所以坐飛機是最好的選擇 對搭飛機有恐懼的人或許可以先從這一條世界上最短航線開始練習哦 在紐約市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各領域名人的足跡 他就是位於曼哈頓中城的麥迪遜廣場花園 接著請跟著我們的鏡頭帶您親自走訪麥迪遜廣場花園 一起聽聽前尼克隊傳奇球員講述他們的故事 不論是體育名人娛樂明星宗教領袖或各個實習的美國總統都曾經來到這裡比賽 一眼演講甚至是做彌撒 如果你平常來這邊看比賽 麥迪遜廣場花園可不是像現在這樣空無藝人都是非常熱鬧的 這邊不僅僅是紐約尼克隊和尤其冰隊的主場 更常常舉辦許多演唱會或是拳擊賽等等 紐約尼克隊前明星球員John Stark與Larry Johnson 在將近20年後回到球場回憶當年往事 當我一個前面時代比賽 After I came here I think about When Michael Jordan Think about When Willis Reed You know you just think about The tradition You can look up at the banner And it's a lot of tradition I can remember taking the court And running through the tunnel And looking up and seeing all these banners up here And all these jersey's up here Just gave me chill bumps And still to this day it still does 綽號瘋狗的John Stark 最有名的事績就是在1993年 尼克对战公牛季后赛时 突破对手Harris Grant和Michael Jordan 灌篮得分 尼克对最终得到了胜利 这幅有名的景象 现在挂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墙上 人们称之为尼克对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刻 来到尼克对球员的更衣室 是一个圆形的房间 这样设计是为了促进球队的团结 让每个人都能面对面交流 尤其冰队的更衣室 也是一样的圆形设计 而球员们之间有个默契 不去踩踏中间的球队标志 他们认为这会带来怀孕 麦迪逊广场花园 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馆之一 能容纳两万人 广场内部开放百事通旅游参观 除了球员更衣室 游客还能造访明星化妆室 VIP套房 还能真实地踏上比赛场地 景色优美的韩国冀州岛 是出名的旅游圣地 不过大家是否听过聚集岛呢 每年8月初在韩国聚集岛举行的庆典 为人们带来凉爽的夏季海岛之旅 大海欢笑凉爽 游客们尽情地享受着聚集大海带来的礼物 为期四天的海洋体育 海面上人们正在赛龙船 由领队喊口号 大家随着口号配合滑架 这项活动不仅考验队友的体力 同时也需要团队的默契 凌测海女们正在忙碌地整理海里打捞上了的新鲜海 用熟练的手法现场准备海生 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详细下挑战了白天令人兴奋的海洋运动后 傍晚则可以享受美食和演唱会 把海业为主题的仲夏夜庆典 可以享受丰富的美食和各种娱乐活动 大新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 何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